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 没有求问我的,我让他们寻找 没有寻找我的,我让他们遇见 没有呼求我民的国 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我整天向着悖逆的子民伸开双手 他们随着自己的意念行不善的道 这人民常常当面惹我发怒 在园中献祭,在砖坛上烧香 坐在坟墓之间,在隐秘处过夜,吃猪肉 他们的器皿中有不洁之物做的汤 并且对人说,你站远一点,不要接近我 因为我会使你圣洁 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 是整天烧着的火 看啊,这都写在我面前 我必不坚默不言,我非报应不可 我必报应在他们的怀中 我要同时报应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为他们曾在山上烧过香 在钢铃上讥笑过我 我必把他们以前所行的量在他们的怀中 耶和华这样说 人怎样发现雷雷葡萄中有辛酒的时候 就说,不要毁灭它 因为有好处在里面 我因我的众仆人的缘故也必照样而行 不把他们全都毁灭 我要从雅各中领出后裔 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山的 我拣选的人必承受那地为业 我的众仆人必在那里居住 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牧场 雅各谷要成为牛群躺卧之处 都为那些寻求我的子民所得 但至于你们 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的 忘记我的圣山的 为迦德神摆设沿袭的 给迷泥神成满调和之久的 我要命定你们归在刀下 你们众人都要屈身被杀 因为我呼唤你们不回答 我说话你们都不听 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 拣选我不喜悦的事 因此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的众仆人必有吃的 你们却要饥饿 看哪 我的仆人必有喝的 你们却要口渴 看哪 我的仆人必要欢喜 你们却要蒙羞 看哪 我的仆人必因心里高兴而欢呼 你们却要因心中伤痛而哀叫 因灵力破碎而哀嚎 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 做我选民的咒语 主耶和华必杀死你们 必用另外的名去称呼他自己的仆人 所以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 必凭着真实的神求福 在地上启示的 必凭着真实的神启示 因为先前的患难都已经被人忘记了 也从我的眼前隐藏了 看哪 我要创造新天新地 先前的事不再被人纪念 也不再涌上心头了 你们要因我所创造的永远欢喜快乐 因为我创造耶路撒冷成为快乐 使他的居民欢乐 我必因耶路撒冷快乐 因我的子民欢喜 他们中间必不再听到哭泣的声音 也不再听到哀嚎的声音 那里必再没有数日夭折的婴孩 也没有不满寿数的老人 因为百岁而死的人 仍算是年轻人 有活不到百岁而死的人 算是被咒诅的 他们必建造房屋 住在其中 他们必栽种葡萄园 吃其中的果子 他们不建造由别人来居住的房屋 他们不栽种由别人来享用的葡萄园 因为我的子民的日子 必像树木的日子 我的选民必充分享用 他们亲手做工得来的 他们必不突然劳碌 他们生孩子不再受惊吓 因为他们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 他们的子孙也跟他们一样 那时他们还未呼求 我就应允 他们还在说话 我就垂听 豺狼必与羊羔在一起吃东西 狮子要像牛一样吃草 蛇必以尘土为食物 在我圣山的各处 他们都必不作恶 也不害物 这是耶和华说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